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介紹一道簡單的 真的很簡單,家裡通常你們都有的 拿起手座可以煮的 午餐肉和芙蓉蛋 真的很簡單 需要特意外出購物 很簡單 首先我們有午餐肉 有些狗黃和蔥 我搭了少許紅椒 拿去顏色 狗黃和蔥 如果有洋蔥可以放洋蔥 我沒有放洋蔥,因為我剛好沒有洋蔥 我放了狗黃 你可以放洋蔥 用洋蔥來代替狗黃 我們先切去 先切去蔥 比較粗 不要太幼 沒有味道 這道菜很簡單 因為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有的 家裡我們習慣吃 午餐肉 然後我們切狗黃 這狗黃要用3cm 3cm 等待我們切午餐肉 還有我們切紅椒的時候 全部都是用3cm 這個標準 紅椒越大 這些椒是不辣的 還有我們記得切的時候 在肉的方向切下去 這樣它就不會出水了 它就很放很多 如果出了水 很快就會變壞 即是不要在皮那裡切 我們在肉那裡切 然後我們有罐五餐肉 這是黑豬仔 小罐裝 一罐就剛剛好夠了 夠你吃一餐的 家人 我們是切3cm的條 長度是3cm 我們切厚一點 即是 讓它咬下去有些肉 切得很絲很美 沒有用的 吃下去沒有口感 即是等於 吃了都不知道吃什麼 的時候 沒有意思的 就是這樣 齊了 很簡單 然後我們中火起鑊 我們爆碼 即是爆碼 我們先把材料爆了 先 我現在不告訴你 我們放多少隻蛋 我們看著材料有多少 然後選擇去放多少隻蛋 首先我們先把午餐肉 簡單簡單 先放進去 然後鋪平 我們慢慢煎 把火燒小一點 因為這些午餐肉 肯定有油 那些油 那些油 慢慢出來的時候 它才會香 大家都知道 大家很有經驗 這件事 其實裡面 除了肉 還有很多粉 其實有麵粉 即是不是唇肉 有些肉 肉的比例會比較多 我們從小到大 都吃慣了 那 大家都知道 應該用哪隻牌子 會比較好吃 可能有些外國的 外國有外國的味道 中國有中國的味道 都不同的 大家可以喜歡 即是選自己喜歡的 那些鹹蛋 可能會更好吃 嘩 真的很肥仔 我們煎香了 這午餐肉 先放在那邊 然後補一點油 然後我們把紅椒 輕輕炒 炒 即是剛好家裡有油 如果不是你們可以不下 不要所謂 下了就更好 那些鹹蛋 其實味道不太搶 接著 狗王 我們把狗王 放下去 先把狗王 炒熟 我們把狗王 炒熟 等待我們煎蛋餅的時候 它 沒有什麼機會 即是不會煎很久 很快就會起鍋 所以現在我們先把它炒熟 有些人說狗王 不要炒熟 不要緊 你喜歡 不要太熟 就不要太熟 但是看你給什麼人吃 老人家小孩子 我們煎你熟 接著我們慢慢看 每隻蛋 每隻蛋落 落到那些蛋 剛剛夠蓋的面 為之OK 所以我剛剛沒有告訴你 要放多少隻蛋 我也在這時候 靠古 靠體 我們先放三隻蛋 攪拌一下 看看夠不夠 好 好 如果有說過的話 去廁所 呼吸一下 或者去廚房 呼吸一下 哪裏都好 30秒很快 麻煩 麻煩 我們覺得不太欠 我們再加一隻蛋 我們再加一隻蛋 這樣就剛剛好 然後我們放少許粟粉水 還有放少許鹽 看看有些底味 粟粉水的作用 令它熟了之後 不會出水 最後把蔥花放進去 看看會比較香 炒蛋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最後熟了之後 都會有些水出來 其實我們放少許粟粉水 這樣它就不會出水 然後我們中火起碼 又是放油 你看到油會多了 先倒些油出來 太多油不好 經常被人罵 哇 這些東西這麼多油 坦白說 我有些手勢習慣了 然後我們先煎一塊小的 小的 等一下會煎發大 很簡單 放進去之後 中火起碼 把火收細 然後放進去 把材料鋪平 然後我放進去 然後我放進去 順勢把它翻一翻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 等一下會煎發大 就你了 你自己喜歡大小小小 我都煎給你看 然後又放少許油下去 然後把它把它扔平 我們現在煎大 將剩餘的全部都倒進去 然後我們首先 大家步驟 輕輕 把材料撈平 先撈平 然後呢 你看到這個動作 將蛋汁 導致 放到鍋底 就是這樣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收回小火 慢慢煎 不然它會過火 拿一下它 這樣就知道下面基本上可以 但還不可以 我們收小火 看它有色 要金黃色才好 然後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 我稍微蓋一下它 幫一下它 看它裡面的蛋水快點熟 即是表面的蛋水 它還有蛋水 我等不住 接著 我們又是這樣的 輕輕鬆一下 看蛋汁 落到我的鍋裡 基本上 先搖一搖 確保它真的不黏 可以了 接著我隨時可以翻 我記錄幾分鐘 大家可以 鬥出來看看 好像我這樣 我刷在下面 接著我順勢把它翻一翻 這個顏色很帥 接著呢 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關火 關火 在上面裡面的熟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 隨手家裡都可以拿到的東西 接著我們可以做個菜 不用特地出街買 有時候會出街買飯 又好吃 我們用手按一下 這樣呢 如果它按下去 好像感覺到有些液體 或者很軟的 它還未熟 基本上現在已經熟了 因為我沖回去 好看一點 等一下拿來拍照 還沒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分享給朋友 給我一個Like 可以吃的 趁熱 就是這樣 非常容易的 午餐肉腐紅蛋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